大家好,我是国泰军安财富管理投资Gumann Square 今个星期市场也是关注 今晚美国会公布通胀数据 因为通胀已经非常引人关注 市场也是沽望美联储何时才会推出收紧的措施 而星期三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会有一些说话 市场也是观望美联储的取态会否变得更加英牌 除了美联储有机会上调收紧政策或利率 其他不同国家如加拿大、纽西兰、澳洲方面 这三种商品货币都会受到通胀影响 会比较大 所以令到这三个央行都今年之内 或是明年初都有机会双调利率 而回看,未会指数暂时是92.20 这些水平整固 趋势未有一些明显的转变 暂时上方重要的阻力是92.8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91.60 而金价方面,其实传统来说 金价都可以对抗空通胀 但因为市场的风险位纳都会比较高 盛售能力比较高 所以金价就在两个力量的增持之下 暂时在每盎司1810这些水平整固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1860和198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1760和1740 而油价方面,纽约旗游已经升到 每桶74.30这些水平整固 布兰德旗游都去到每桶75这些水平 趋势都会继续提升 纽约旗游下方重要的支持是72.20和70.60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0.7940和0.778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0.7240和0.7100 而纽约方面,暂时在0.6980这些水平整固 上方重要的阻力是0.7140 下方重要的支持是0.6850